真言第二十一章 是罪 因勤筹划的足智风域 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 用诡诈之舌求财的 就是自己取死 所得之财 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 恶人的强暴 必将自己扫除 因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 负罪之人的路 甚是弯曲 至于清洁的人 他所行的乃是正直 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 不在宽阔的房屋 与争吵的妇人同住 恶人的心乐人受祸 他眼并不连续邻舍 泄漫的人受刑罚 愚蒙的人就得智慧 智慧人受训惠便得知识 义人思想恶人的家 直到恶人倾倒 必至灭亡 塞尔不听穷人哀求的 他将来呼吁 也不蒙应允 暗中送的礼物 挽回怒气 怀中揣的贿赂 只惜暴怒 秉恭行义 使义人喜乐 使作孽的人败坏 迷离通达道路的 必住在阴魂的会中 爱艳乐的 必至穷乏 好酒 爱高游的 必不富足 恶人做了义人的熟假 奸诈人 代替正职人 宁可住在旷野 不予争吵使气的 富人同住 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 高游 愚昧人 随得来 随吞下 追求公义仁慈的 就寻得生命 公义和尊荣 智慧人爬上 勇士的城墙 倾覆他 所倚靠的尖累 谨守口与舌的 就保守自己 免受灾难 心骄气傲的人 名叫谢曼 他行事狂妄 都出于骄傲 懒惰人的心愿 将他杀害 因为他守不肯做功 有终日贪得无厌的 一人施舍 而不吝惜 恶人的祭物 是可增的 何况他存恶意来陷呢 做假见证的必灭亡 唯有听真情而言的 其言长存 恶人脸无羞耻 正知人行事坚定 没有人能以智慧 聪明 谋略 抵挡耶和华 马 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 得胜 乃在乎 耶和华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